為了讓朋友在過頂部一檔 主經運動健身 延喚身體的四輪和脳化 伊甸、社會好理基因會 在維護保護建宿 以及婚姻管經會支持之下 在一輪向心靈音化健身庫羅保 11號基盤開武衣室 裡面有各種氣宅以及舒適的空間 提供音化作文 輕鬆運動和保健 剪載開始 大家歡歡喜喜進行到剪載的技術 來慶祝新的進化健身庫羅保 新立啟用 以後李倫鄉的中部的事件 是還有一個好處可以來做運動健身囉 現場是有這麼多中間貴賓真來很好 大家也都期待這個新的運動基點 可以好好來做好在地的鄉親 老人化是我們現在的一個趨勢 目前的人口已經高占20%了 所以要怎樣 透過一個專業的教練 透過一個規律的運動 然後把運動變成我們的日常 至少的話就是延緩 延緩這個老化 那最終的目的 我們都很期待 我們這些師傅 我們這些長輩 大家可以為一個快樂健康來生活 我們伊甸在我們環遊的二輪鄉 老人活動中心 在一樓有日照 今天要成立的就是我們二樓的健身的肌肉部 所以說這對我們的在地的事項非常好 歡迎大家我們這次大圍 來這裡做一個運動 對我們身體健康 包括我們的孫親都會很好 伊甸社會好理基金會 透過雲林管理政府 向維護保護健室精術補助的各位 來實力這個進化健身肌肉部 希望幫助餐家的阿公阿嬤 可以方便就近來做運動 如果偏鄉的長輩要去就醫 或者要去做復健 其實是算蠻辛苦的 那如果我們在偏鄉裡面有一個 讓他適當的可以做復健 可以運動的地方 甚至來這邊就是來喝茶 跟好朋友大家一起來運動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棒的 當然一方面真的要感謝明根大力的贊助 因為他們也對偏鄉的長輩照顧 其實不予餘利 那我們就有一起公司一起協力的合作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棒的概念 咕嚕堡裡面有開放的空間環境 以及很多種的運動器材 可以幫助是大人來斷練他們 比較沒力的腳手保衛 而且也還有專業的社工人員 會提供運動的建議 現場在在使用的民眾 也都覺得運動效果是很不錯 主要是針對他們的肌力做訓練 增加他們的一些肌肉群的發力 或是一些比較沒有用到的肌群 像是腿部有一些肌少症的部分 做增加他們的肌肉量這樣子 對 那我們這邊有等速運動器材 跟垂直律動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之一 我來這裡我都開支我就來了 我當時正常來 這個是滿簡易的那個動作 就可以達到健身休閒的那個效果 我很鼓勵長輩可以來運用這個空間 多多來運動 目前婚姻館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 總結要20% 如何來顧巨大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副題 其他這個音化健身股肉包 可以去他們處理隔壁的中壘 多多走出門來運動 在在地快樂健康的老化 繼續訓練一下蔡翁報道 謝謝你